这人不好惹呀 知道的呢 说你们厌弃我们 不知道的 还只当我们眼里没人似的 你先去把星儿的娃娃宰子给我叫来 你也别走 没良心的种子 不知前有多高 第有多厚 说王熙凤什么气场啊 我总结他身上有三气 哪三气呢 贵气 俗气 霸气 咱们先说王熙凤啊 贵气 你现在哪啊 就是他这个穿衣打腕 老话说嘛 人靠衣裳马靠安 王熙凤这个穿戴 一看就是有当家人的派头 他这衣服颜色都特别的鲜亮 不是红的就是金的 你很少能见着王熙凤啥时候 穿一件这个素敬的或者深色的衣裳 你为什么见我这么好 而且浑身上下各种首饰 什么项链 耳环 镯子玉佩 各种叮咚咚咚的零碎 中光宝气 你既然没认识生姜 怎么这么热辣辣的 你家子总说 我可不是拿草棍戳老虎的鼻子眼 饿得连觉都不想睡了 你做二房这样的大事 你瞒着我撕撕办了 光这造型就能看得出来 家底确实 有钱 那为什么整这么个造型呢 咱们这么想啊 你要在现实生活里边见着这么一个人 各种的奢侈品 大牌 什么爱马仕的腰带 LV的包普拉达的外套咔咔的 全往自个身上招呼 穿金带银 恨不得十个手指头上全带上大钻戒 那你对这人什么印象 有钱 是不是还得觉得这个人 审美水平 文化档次 是不是不打劲啊 是吧 作者应该也这么想的 他就是想突出王熙凤的特点 贵戏里边还透着点庸俗 俗气 其实最初选角的时候啊 就是这个《红楼梦》电视剧里边 邓杰呀 并不是王熙凤最佳的人选 咱们都知道他个不高 眼睛也不是很大 这个肤色可能还有点偏黑一点 人也比较瘦 从外形这一块 你看哪一点像这个 大户人家的少奶奶呀 邓杰呀 找化妆师一起去讨论 咱们从半项上下功夫 先解决个头的问题 邓杰呢 就整了几双增高鞋 就跟京剧那个厚底靴子有一品 差不多两三寸那么厚的鞋底子 再加上化妆师 给他设计了一个比较高的发型 邓杰这个个头一下子高了不少 这发型除了拔个儿以外 还有一个用处 怎么着 网上使劲勒一勒头发 这眼角就掉起来了 眼神一下就犀利了 这新半项一出来 导演一看 说单凤三角眼 就这种感觉 光半项啊 这网上使劲远远不够 邓杰还给王兴凤身上 加了很多细节的戏 什么细节呢 我来迟了 不曾迎接远客 你不认得他 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泼皮破罗户 男生叫辣子 你呀就叫他奉辣子吧 老组组 邓杰这一笑 就给王兴凤这个气场 加分不少 他还没出来呢 周围的人焦点 已经都放在他身上了 另外一个标志性动作 拉手 你看电视剧里边啊 除了那些个按照规矩 不能过分亲近的人 王兴凤你看跟谁说话 别的先不说 先上去把人手拉着 好嫂子 你们且回忆 一个笑一个拉手 就把王兴凤这个拔面玲珑啊 给传达出来了 再一个 《红楼梦》里边大家伙 说话都是 慢慢悠悠 慢条斯理的啊 邓杰开始也这样 但是总觉得王兴凤 这个 这个 泼辣劲啊 没出来 差点火候 邓杰就在语速上下了心思了 你看电视剧里边 好多时候别人刚起个事 酝酿情绪呢 这王兴凤连珠炮事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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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们家做媳妇 少你什么 你瞧瞧 是人物门堤配不上 还是根堤配不上 是模样配不上 还是家似配不上 你说呀 说呀 哈哈哈哈 小马兴凤